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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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忆慢慢将我包围 是欢还是悲 清醒与模糊的交汇 分不清白或黑 逆着风却要吹 不能进就是对 你不必 我不愿流泪 为了你一生无悔 忘了我是谁 无论再过多少年碎 烦心都瞎吹 这场路与你共度 共依偎 许我已被深情 已是沉醉 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那就是孙先生的 手印 你真是的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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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生 您这整日饮酒作画 实在是高 您看您这嘴摔得 实在是严重 看看吧 画好了 你看 不得不説 孫先生您這畫畫的 真的是好啊 流血了 快 擦一擦 這樣多不好 是不是啊 這件事你要是說出去的話 以後也不需要好畫了 小心嘴巴 知道了 這幅畫上的手印 到底是不是孫先生 那就只有他自己能鑑定了 孫先生 說假話 爛嘴巴 你才會爛嘴巴呢 孫先生 既然來了 那就讓我們看一看吧 見證一下吧 王全 在 朱沙拿來 是 請 孫先生 又老了 來 來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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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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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公 行啦 行了 我承認啦 我承認啦 這畫人是我畫的 是 你们就是仗着人多欺负人 我回家了 我再也不来你们都城了 小心点 孙先生 你们等着 淑同臣 这回信了吧 来 好 收起 好了 这个既然这个误会解释清楚了 那大家入席了吧 来 来 来 闻人公 请稍等 傅同侪刚刚亲口说 为了证明我是错的 不惜任何代价 甚至把孙先生都请过来了 那骆某想问一下 这个代价是否包括作假呢 骆公子 远之自由让我管教甚严 他不可能做这种事 既然傅公这么说 那可能是落寞多虑了 我还以为是傅同侪觉得我抢了他书院第一的称号 怀恨在心 你想多了 那最好了 好 误会啊 大家都误会啊 来 入席吧 入席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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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请 来 请 好 走 来 走 来 走 丢人 好 消息 儿子 冷寒 车 主席 主席 感激大家在百忙之中 来为我贺寿 闻人敬 感激不敬 我先干为敬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主席 请坐 祝闻人宫 俘虏东海 寿彼南山 祝闻人宫 增福增寿 增富贵 天才天光 天吉祥 清禾 快跟我走 父亲 我们去去救回 走 走 你 你们 你们去哪里呀 父亲 女儿祝您弘福齐天 福寿无疆 好 怎么办啊 清禾 姐姐已经开始表演了 马上就该我表演了 是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你看 你姐姐来了 傅同侪要帮你姐姐伴奏啊 是哦 你们伤让好的啊 zag美 是哪里的 我发现是哪里的 你不会再也不见啊 来 夫人 是不是学过武剑吗 好 好好好啊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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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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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两个郎才女貌 可是奔配啊 闻人公 恭喜你呀 你有福气呀 不错呀 姝儿 你是怎么想的 武剑的 父亲从来就没看你 碰过刀剑啊 姝儿是觉得 父亲您平日礼服安办公 接触的都是文人 寿辰这么重要的日子 可能会想要看到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特意请来了 武师来教我武剑 只是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练习得还不够熟练 让诸位见笑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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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喜欢就好 愿知是指 您也费心了 应该的 该阿隽上场了吧 咱俩就跑哪儿去了 下个就他了 怎么不见人哪 没看见哪 你放心吧 他肯定会来祝寿的 我认识了 他肯定会来 怎么办 他肯定会来 他肯定会来 那我肯定会来 你如果才能帮我 你也肯定会来 我肯定会来 你肯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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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肯定会来 他肯定会来 你肯定会来 你明明知道 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那你呢 你明明知道 我有多喜欢世兄 你为什么还这么对我 你不是和那个洛秋迟 要好的吗 你看看 你又来了 又是这副单纯 可怜的样子 其实你心里得意得很吧 洛秋迟和世兄 天天都围着你转 明明我才是最爱世兄的人 明明我才是对他最好的人 我已经把我的心 掏出来给他了 可是只要你摆出这副态度 他的心里就只有你了 原来你一直是这么想我的 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亲姐妹 你会真心对我好 亲姐妹 你配吗 你就是一个 敢也敢不走的野丫头而已 把你丢在东夷山你回来了 把你丢在土匪堆里 你也回来了 你怎么就不能 离我远一点呢 你说什么 是你把我留在土匪堆里的 是你故意把马吓跑的 没错 是我 而且我还告诉你 只要我还爱世兄一天 我就会继续这么做 直到永远 来 阿隽 你没事吧 大家都在找你呢 该上场了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清禾 我没事 我先走了 这是怎么了 秋迟 秋迟 你在想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你明明提醒过我的 可我就没有相信你 我想 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我们东夷山寨的人 哪有被人欺负了 还要忍着的道理啊 他不是就想看你难堪吗 那你就上去表演 而且要比他做得更好 可我还能表演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会啊 不 有一件事情 放眼整个毒手 你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没事 我帮你 夫人 疆 沈平 欣毅 父亲 今日是您的寿辰 阿隽在这里祝您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好 好 另外 女儿还为您准备了一场表演 是啊 大家都在等你表演 你跑哪儿去了 因为我的表演 只能在晚上举行 你准备什么表演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希望您会喜欢 好 来 在遥远的边陲之境 青州 有一恶名昭著的土匪头子 换作东夷山君 被称为 江湖十大恶人之首 在世阎王 从未有人见过 他的真面目 皮影啊 皮影 小娘子 再坚持坚持 前面马上就到了 大哥 我怎么觉得 这个地方阴森森的 我好害怕呀 好像有什么 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啊 放心 有我在 我会保护好你的 走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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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什么呢 有鬼呀 又有飞扬送上门来了 小的们上 来者何人 来者何人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你说我是何人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东夷山君 我等你好久了 看我把你抓起来 就凭你还想把我抓起来 老虎 老鼠 再 上 不要 不要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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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要 走 我要 太厉害了 打不过呀 你这打得又会有样 你才觉得自己一直等待 一切都值得 刚好遇见了你下了雨 不担心明天的路会有多样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不担命啊 担命啊 现在求饶 完了 不要 夫人 既然她已死 来我的东夷山寨 做我的鸭寨夫人 吃香的喝辣的可好 你做梦吧 我就是死 也绝对不会从了你的 这可由不得你了 老虎老鼠 在 带走 好嘞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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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夷山君 山人郎君 还抢抢民女 真是十恶不赦呀 入洞房了 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 兄弟们给我好好玩 好嘞 山君 你慢慢享受吧 那是当然 小娘子 我来了 臭土匪 我就是死 也绝不会嫁给你的 夫人 不要这么激动嘛 你 你 你想干吗 你不要过来啊 我想干吗 伤风败俗啊 实在是伤风败俗啊 这文人圈这戏也太奇怪了 这东夷山君 不但长相不吓人 还不强暴民女 我记得 他当初一个人 被留在东夷山 他讲的 不会是真事吧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我发现山君 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不仅温柔体贴 琴棋书画还样样精通 看来世人对山君的误解 可真是太大了 夫人 要不要出去逛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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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贼山君 山君 你的山寨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还不快束手就擒 山君 别管我们 快跑 山君 别管我们 我怎么会丢下你们 你们跑不了了 就算你们杀了彩花大盗 也改变不了你们危害百姓 多年的事实 彩花大盗 什么彩花大盗 那日帮你指路的人 便是彩花大盗 我见他把你引入山林 便知道他对你不害好意 所以我救我 原来不是你劫走了我 而是你救了我 那一次我第一次见到你 便一见倾斜 山君 拿命来 闪开 大大大 大大 救救救救救 不要把他抓走 不要把他抓走 不要 不要把他抓走 不要 大大大 山君 大大大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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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山君 夫人 我的夫人 山君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呀 不要离开我 我的山君 够了 都给我出来 怎么了 太犹如死了 你都不成梯头了 真是胡闹 这是文人府不是戏院 你身为文人家的二姑娘 你还懂不懂规矩 知不知道廉恥 不是的 大娘 我只是想 那个东夷山君 抓了在座各位贵客的女儿 羞辱了在座的各位长辈 你倒好 还勉强各位公子姑娘 跟你一起演戏赞颂她 你不要脸 我们要 大夫人 我们大家没有胡闹 你小子给我闭嘴 还不赶紧过来 蒙尹 是 父亲 大娘 对不起 有人 大夫人 大夫人 文人夫人 孩子们只是嬉闹罢了 无伤大雅的 赵老板 我们不一样 你们从商之人 我们重要的是钱 而我们 最重要的是名声 这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这 这 精彩 实在是精彩 洛某第一次参加如此盛会 在座的各位 都是达官显贵 果然 个个都是眼高于鼎 鼻孔朝天 放肆 我话还没说完呢 大夫人 您的教养去哪儿了 你 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文人同侪 来 辛辛苦苦 只为薄您一笑 你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 不但不懂得感谢 还要出言指责 四成 在座的诸位 之前应当都是您的学生吧 按照竹岫书院的规矩 不守礼节 不懂感恩 该怎么罚 这 答案是 不罚 因为这些人 要么位高权重 要么家世显赫 就算他们把别人的尊严 踩在脚下 甚至杀人放火 也都可以 心安理得 不 骆秋迟 不要以为你进了竹岫书院 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这么跟我说话 是 你说的都没错 怪只怪 有人不会投胎 我 好了 夫人 别再说了 这个骆公子啊 到闻人府来做客 就是咱们府上的客人 对客人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你居然还帮他 可是他带着闻人隽 演的这出闹剧 诸位大人今日能够前来 那也是忙你偷了一个闲 能够看的这个平行戏 那也算是闲你偷了个勒马 你 不是吗 闻人公 您不必为难 既然大夫人不欢迎我 那我离开便是 骆秋迟走了 我们也走 对 我们也走 走 咱们走 走 咱们走 咱们走 走 咱们走 启禀闻人公 人 大事不好 刚得到消息 陛下不见了 世兄 真的对不起 我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严重 让你见笑了 这么多年来 你就是用这样虚伪的善良 蒙骗阿隽的 对吧 我 你知道我觉得亏欠于你 所以故意找我与你同态 就是为了让阿隽难堪 她可是你的妹妹 她对你掏心掏肺 你为何要如此对她 你真的不知道吗 其实你知道的 其实你知道的 你一直都知道我对你的爱 你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 你对我的爱 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你与我之间的事情 与阿隽无关 不是你羞辱她的理由 你不明白 当你温柔地看着阿隽的时候 当你和阿隽两个人 说悄悄话的时候 当你们两个人 把我晾在一边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难堪吗 你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关心则乱 可是 你真的忍心杀害一个 真正爱你的人吗 远之 远之 快走 出大事了 可是 快走啊 好 小小小看一看 看一看了 你看看呀 孩子 来看一看啊 来看一看了 小一条看一看 小一条 我要这个 还没给钱呢 给什么钱啊 要给钱呢呀 我还不羡慕呢 这孩子 来 好 我还不再带 我还不再带 我还不带 大人 小冬 廊子 来 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呢 我做错了什么呀 我只是想在 父亲的寿宴上 好好表现一下 让父亲都喜欢我一点 可最后 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丢脸了 写这些书有什么用啊 写了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写了也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呢 怎么没火了呢 老天爷 连你都要欺负我 怎么点不着了呢 怎么连你都欺负我呀 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要刺杀我 你这个坏人太过分了 就不能让我好好消息一会儿 说 你是谁派来的 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 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 听不懂人话吗 你敢骂我 我就骂你怎么了 你给我把你无法非识 小屁孩 你 你竟然敢叫我小屁孩 就是小屁孩 看我怎么罚你 那你下来啊 我这就来 来啊 小屁孩 小屁孩 下来啊 你给我等着啊 等着呢 等着啊 小屁孩 去哪儿 去哪儿 你不是下来吗你 你胆怂了 小屁孩 连你都欺负我 你走 刺客 哪里跑 那那那 这 这个东西不能瞎对着人的 我 小弟弟 姐姐跟你道歉行了吧 我只是在烧东西 不是故意的 求你了 赶紧去别的地方玩吧 好不好 烧东西 你烧什么 你不会自己看啊 你 你 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小孩吗 没有 没有 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小孩吗 没 没看见 你 你这敢上 金刀大才牙先生的故事 这种没用的东西 烧了就烧了呗 你竟然敢说 金刀大才牙先生的故事 没用 不仅他的故事没用 连他的人 都没有什么用 你这敢说 金刀大才牙先生没用 不是你能不能 不要总是 重复我说的话 反正我不让你烧 你管那么多干吗 你是陛下吗 对 我不是陛下 那不就得了 我就要上你管我 干吗 干吗 给我 不给我 你别逼我使全力啊 不给 给我 你个谁想小屁孩啊 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 给我 我不给 给我 不给 给我 你给我 给我 给我 松手 秋迟 哪儿来的小屁孩 谁知道他哪里来的呀 非要跟我抢这本书 什么叫你的书 这是大菜牙先生的 你从哪儿偷来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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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说话了吗 你们 你们 你还敢对我指指点点 你是真的很厉害呀 小屁孩 快放我下来 先跟他道歉 我不道歉 不道歉 那就不用下去了 我已经记住你们的长相了 我要派人把你们抓起来 统统关进大牢 我们做个交易吧 谁要跟你做交易 你不是喜欢金刀大菜牙吗 这样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呢 就让金刀大菜牙 把你写成下一个故事的男主角 怎么样 你这是金刀大菜牙 秋迟 你怎么能告诉他呢 你这是金刀大菜牙 不可能 小屁孩也信不信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谁 麒麟魁首 骆秋迟 你还记得你当初 给了我一个玉牌吗 陛下 陛下 你你你你 你真的是大菜牙 你你你你真的是陛下 陛下 陛下 大先生不必多礼 你实在太有才华了 我今天就是学着 你写的 小燕子公主逃婚的法子 才有机会从那群 讨厌的太监身边逃走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呢 真 真吗 当然了 你都不知道 公主有多么无聊 有皇叔每天派一群人 看着我读书 我就凑凑把你写的故事 加在史册里 他们居然全都相信了 那还是小太监 去公外采买的时候 在什么酒楼里 也跟一个文人买来的 就那么一本 居然还是他腾抄的首抄本 可太难得了 我也就是之前瞎写的 要不你给我回宫吧 我 对 这样可以专门给你 一件房间写故事 你看 皇后的请宫怎么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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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 陛下 真的不用了 陛下 金刀大彩牙的身份 我已经告诉你了 您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 我提的条件呢 秋迟 你怎么能跟陛下谈条件呢 无妨 尽管说 当然不是现在 是以后 以后我们要是需要帮助的话 那可能就需要 您必须要帮我们吧 这个嘛 这个简单 朕的天下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那臣就先谢过陛下 谢陛下恩典 不过 你还得满足我一个愿望 我的小祖宗啊 您快出来呀 快点 快点 那边 那边 快追 快追啊 快啊 小猫贼 你今天跑不了了 看你还往哪儿跑 我的小祖宗啊 总算找到您了 退下 大大毛贼 退下 这敢欺负并 退下 快退下 谁不退下就是违抗皇命 我齐天大道 杀人如马 就算是陛下 我也不会放过的 原来你就是 臭名昭著的齐天大道 坚引掳量 无所不作 迫害朕的子民 朕今日定当将你伏法 就凭你一个小屁孩 还想抓我 我发工了 往后退 再往后退 退退退 退退退 退退 退退 撒尼海 别跑啊 别跑啊 我还没份儿够呢 别追了 别追了 前面人死 我多少年龄会飞呀 告诉你啊 他受了我这个武术绝招 绝对活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让他在死亡的恐惧中 好好反省自己的罪孽吧 回宫 回宫 来 回来吧 咱们回宫去 秋迟 没出什么岔子吧 那能出什么岔子啊 想不到我今天 居然遇到了陛下 跟我没想到 高高在上的陛下 居然这么可爱 可爱 你不觉得吗 你就是说他可爱 不可爱吗 还当着我的面说他可爱 秋迟 他只是个小孩子 你怎么连小孩子的醋 都吃了 你管我 别忘了啊 你把它写成身高九尺 威武雄壮的侠士 这一天连连两出大戏 庆一坊的头牌都没我忙的 行行行 回去帮您好好捶捶行了吧 行行 那现在当务之急 来 帮你烧书 先留着吧 想清楚了 等我想烧的时候 你再帮我烧 好 那等你小时候的时候 我一定陪着你 二姑娘 二姑娘 父亲 跟我来 梨花开 梨花开 风中翩翩 飘满山 千里外 千里外 她还是否在等待 风儿啊 你静追 慢慢吹动 她发烧 喜爱 你满下 别打湿了 她脸庞 她只缠绝了 我为你 我来 她是 不然 你就给了 我来 不来 我来 我来